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就是昨天晚上突發的事件 就是平洲的槍擊案 真相已經越來越接近 基本上已經把內容詳情曝光了 有目擊者的一些報道 亦有附近的人說回當時的事件和平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亦有一些調查報道出來了 文潔綜合了這麼多的報道 跟大家一次過說說這次的真相到底是怎樣 在這件事件中發現原來 早前報導所說的南亞人 原來是全力地像鄧走音某的歌手那樣說 要殺警 所以才會有這麼嚴重的槍擊事件所發生 今次的事件導致有兩名警員受傷 現在是抓了五個人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待會就跟大家說一說 然後也有很多人說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美國 這個 菲律賓人或者早前報導的南亞人 現在應該說是菲律賓人 他應該會怎樣 很多人說他應該全身子彈 是穿了洞 那整件事是怎樣 稍後也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 可以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昨天晚上 有一些市民報案就說 很吵十點幾多 有個地方很吵很吵很吵 吵到別人 當然在離島的平州那邊 有警員就去查案 但查案的期間就預責 然後就要連開三槍 才可以擊退了這個疑犯 有一些平州的居民就向一些媒體的記者報導 事發的時候 有一群非籍的人士在喝酒廣寬 噪音非常非常非常之大 是驚動到居民 所以要報警 其中一個男警在調查的時候 竟然被一個菲律賓的男人 叉頸追打 繼而跌在地上 然後他直接上 警員斷氣 因此 警員在自己 受到生命嚴重威脅的時候 就開槍 開完槍之後 警員已經完全沒有力 然後就暈倒在地下 目擊者 是有目擊者 目擊者就說 當時 有一群菲律賓籍的人士 當然他可能後期才知道他是菲律賓籍 然後他就說 在永安街一個單位 在裡面 喝酒狂歡 勸嘩吵之吧斃 有居民 不聲噪音的滋擾 然後 報警求助 其後有警員 去到調查 好言相勸 但是 有人卻 覺得非常不滿 爆發 鎮扎 然後 警員就是 據力爭 就說 你們剩下一點也好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剩下一點 但是 他們不順氣 不斷罵我們的警察 然後 甚至乎是 推 警察就是 出去那個 身外面 其中 有一個 菲律賓男人 情緒非常激動 不知道是拍完還是喝醉了 突然之間動手 一手就插著 警員的頸 然後 沒辦法 警員只有他自己一個人 當時想著普通的 叫做 噪音案 滋擾案件 警員就推開他 推開他之後 菲律賓男人 你猜也猜不到 再差 還要是用力地差 在混亂的期間 遇襲警員 跌倒 在地下 然後 菲律賓男人 用力死捏著他的頸 大約 如果是用力伏或捏著他的頸 其實數十秒內 因為血液流動不了在腦中 血液流動不了在腦中 會很快地暈倒 如果大家又找到MMA 巴油等等 就會知道 這件事 是 被人沽的 或是 在喉嚨的 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襲擊 然後 然後 警員覺得生命受到嚴重威脅 然後開了三槍 報導說 有兩槍是擊中目標 但原來應該是三槍都擊中目標 警員在開了槍之後 頂不住 也是要暈倒 開完槍就暈倒了 沒辦法 其後也有一些警員到場 另外還有一個警員 受了傷 所以我懷疑 之後的菲律賓人 那些朋友等等 還是情緒很激動 令到另一個警員受傷 在發難 這個叫做開了三槍 有人說命中兩槍 其實不是 其實是三槍都命中了 分別中了肩 這些位 手 腰 三個不同的位置 而我們警方的機動部隊也去了平州 被尖式搜查 一個彈頭 終於在今天早上七點多時 終於找到最後一顆彈頭 與此同時 兩個攝氏的警員 包括開槍的警員 經過檢查後 在我們清晨的時間 離開了醫院 回到平州 協助調查 所以這次事件 有兩個 警員受了傷 而 水警的總區重案組 到場幫忙搜尋調查 那麼 現場的消息 其中 大家知道開了三槍 其中兩槍 在菲律賓的 肩和手 穿了出去 打中這些位置 不是打中骨位 打中肉位 所以就直接穿了出去 打中手 這些肉位 可以穿了出去 然後那些彈頭遺留在永安街 警務部隊人員地毯式來匯地搜查 最終尋回彈頭 另一顆子彈隨著 自己身體經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 然後前往東區醫院 據了解 中槍的菲律賓男人43歲 拿著香港身份證 送院的時候依然是清醒 那麼 和中槍 那個男人同行的菲律賓男子也都以涉嫌 阻差辦公和襲警案被捕 所以其實大家知道 襲警的或者叫做反抗或者叫做 對我們 警方動手的人士 是不止一個 其後他被帶返現場是調查的 兩個人分別是從事維修業和開店舖的 大了嗎 大了嗎 兩個的受傷警員 扭傷 和身體 可能是血氧等等的事情 暫時來說 檢查之後 並無大礙 早前有一個是用擔架進入醫院 另一個是坐輪椅進入醫院 到了清晨六點半至七點五時 兩個都回到平州 先要協助調查 工作等等 說回工作時間各方面的事情 現場的單位 原來是一些劏房單位 已經解封了 他了解 上面的劏房地址有三人居住 示範的時候邀約了一些朋友在屋內燒烤和喝酒 當時 劏房單位 本身不是很大 裡面有四男四女 這麼小的單位還叫四男四女 裡面唱飲威士忌和啤酒狂歡 附近的雜貨店老闆回一起事件的時候 就說聽到砰砰聲 初時以為新年有人放炮掌 但是後來越來越多人聲 還要看到有人圍觀 再出來看看 才知道原來是發生了暢極案件 他形容 就是那個單位裡面是非常之多 賓人是出入的 他們多數都是在余景灣工作 一般來說 在假期的時間 就會是 更加更加更加之吵 其實我不太明白怎樣可以在 室內燒烤 還要 一個劏房 單位 放到8個人 你還要有個爐才可以 燒烤 燒烤 很難的 就很難 當然因為喝酒的 就吵 是必然的 原來報案的時間 已經是8點多鐘 接獲一個投訴報案 然後10點就再接獲不同的人士 投訴報案 所以兩名警員 登門處理 然後其中兩個 不是一個 原來是兩個 叫做菲律賓男子 情緒激動要襲警 一個人是更加情緒激動 擦頸和打一個高級警員 把他半推半撞地沿著樓梯打到街上 原來警員曾經已經動用了一些比較輕的武力 就是用胡椒噴霧 用胡椒噴霧 噴霧 但是 他完全是好像免疫了 可能是2019年的時候 中了很多 中了出抗體 然後完全沒有用 然後又繼續插頸等等 想殺警 想殺警 所以這件事其實是 非常非常非常之嚴重 亦有很多不同的 警方警報人員 之後就賀槍實彈 穿了避彈衣去搜尋彈頭 現場環境是非常之緊張 其實 我這樣說 有很多不同的網民 我真是二次論事 很多不同的網民 原來都已經是 網上留言都說非常之不滿 菲律賓籍的人士 又說 在不同的天橋 不同的公園等等 做出的動作其實都非常之擾民 不過擾民還擾民 但是他們也沒有 追到街上 或者做出一些很過分的行為等等 但其實都構成了 一些滋擾 但是說真的如果有警方執法的時候 是應該要聽從警方的一些 勸喻或者建議的 不應該這樣去反抗 做各方面的事情 當然可能他們本身那些 即今次 今次案發的幾個人 可能本身是 情緒比較激烈一點 都不出奇 所以其實 即 我們警員做事 我們警方做事 真的很難做 不要以為很好做 這件事已經說真的 有很多人也留言說 如果發生在美國的話 那個人應該 是全身穿洞了 你膽敢襲警 你想襲警就應該 已經 即是外國的警察 西美警察 夢想你再動一步 就應該不斷地 射到沒有子彈為止 再換彈藥 再射到沒有子彈為止 射到他動不了 之前也試過 有很多片體的網上 那麼 他們就很幸運 生活在香港 幸運做了些什麼 幸運做了些什麼 我們的警務人員即使 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 開槍的話 都要寫report 就算自己真是被他打到暈了也好 開槍 都是要寫report 所以我們 香港的警察是不會隨便開槍的 他就很幸運 他就很幸運 你試一下真的在外國發生 他應該已經是 毫無反應了 還想清醒送院 沒有玩了 密封鬥可以清醒嗎 沒有可能的事 警察真的難做 所以大家都會了解 為什麼警察那邊 是長期缺乏幾十個人的人手 因為 兩下你看得到 做警察 真的很辛苦 而且生命真的受到威脅 所以立志做警察的人士 文傑也是非常尊重他 尊敬他 現在做警察的 朋友也是一樣 非常尊敬他 非常尊敬他 他們也辛苦 所以大家不妨看到警察的時間 警報人員的時間 我們都可以為他說一兩聲 加油 打氣的說話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這件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文傑聽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留言訂閱文傑聽 視頻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